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全序部追讨党职并公职一领者中,有67名退休公务员,4名政务官党国不分并入救国团年资,从国库至少一领走5000多万元。 旧国团昨日回应声称,旧国团当时是行政机构,年资可以合并计算,对此,党产会委员痛斥,党职并公职是做党的事,却拿国家的钱,真的无法无天。 旧国团声明主张,年资并计是全序部经考试院同意,于1969年所发布的命令,该命令并未抵触当时法律,属有效合法的命令,且当时旧国团是行政机构,所以年资可以合并计算。 党产会委员强调,将公务人员承认国民党党职职年资,才即为公务人员退休年资,以前不仅明显违反公务人员退休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,明显抵触行为施法律,且该行政命令没法律依据,更不具法律效力。 以前国民党政府及全序部长期纵容包庇,委员表示,党职年资并入公职年资,不仅违反社会公平正义,对基层奉公守法公务员也不公平,对政府财政造成相当大伤害,后来更进一步扩大党职并公职,将大陆载包救济总会,世界反共联盟,亚洲反共联盟,三民主义大同盟, 救国团的年资通通都适用,连续英国当党工留学生的年资都纳入,委员质疑,党职并公职最早源自民众服务社,1971年才开始并记,救国团是后来才比照,怎么解除与国防部隶属后,还在主张自己是政府机构,委员更致出,面对政府追讨占用至亲大楼, 救国团从头到尾一贯主张自己是民间团体,面对党产会清查赋随组织,又主张前阶段,一级1969年所谓解除隶属前是政府机构, 现在遇到党职并公职问题,怎么连1971年以后还主张是政府机构? 立场不宜搞得大家很乱 立场不宜搞得大家很乱